黑心食品事件層出不穷 社会开始反思企业存在的价值 欧美国家近年兴起B型企业风潮 提倡企业要重视的不只是股东利益 还有劳工、环境等问题 而在台湾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认同这样的理念价值 所谓B型企业概念 就是将社会价值融入经营理念 透过友善环境、公平贸易 以及雇佣、弱势员工等 实践企业的社会使命 目前全球横跨50个国家 已有超过2000家企业通过B型企业认证 而这股风潮也吹向台湾 成立亚太B型企业协会 理事长庄大为认为 企业做公益与B型企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如果你当初并没有安好心 所以可能是赚了黑心钱 那我们认为这样的企业 其实它的基因就不对 那我们希望成立一个B型企业 就是它的基因就要对 目前台湾已有17家企业 通过B型企业认证为亚洲第一 王道银行副总若宜均认为 企业与公益不需对立概念 加入B型企业 更能提升企业品牌价值 当我们越遵循很多企业社会责任的准则的时候 反而可以让员工的向心力会更强 让我们的股东会更放心 投注了多一点成本 在增进我们的企业社会的同时 我们反而因此而开发了很多新的获利的一些模式 B型企业的风行 重新定义成功企业 亚太B型企业协会理事长张大文认为 希望未来台湾更多企业加入 发挥B型企业平台效益 创造商机 新唐有电视连家委张云亭 唐台北才报道 新唐会的兽樱 新唐会 新唐人 小杨 安就 介意 没有 她 遇得 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